为何天赋异禀的新二代 却抑郁缠身 险些自杀 身为队内首席 为何主动提出交易申请 被誉为全能舞拍子 因何终止职业生涯 今天 棒球巨星档案 为您带来本期的主人翁 小肯葛瑞飞 被称为棒球界乔丹的男人 1969年11月21日 小肯葛瑞飞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罗纳 一出生 他便受到各种关注 只因他有位三届MLB全明星外野手的父亲 老肯葛瑞飞 其父帮助星星纳提红人队 连续两次赢得世界大赛冠军 是大红机器时期的知名球员 对于小肯葛瑞飞而言 父亲是他棒球生涯的启蒙者 从幼年开始 小肯葛瑞飞就跟随父亲学习球技 在有史以来最棒的球队环境里长大 十二三岁时 就成为星星纳提红人队的职业球童 在此期间 小肯葛瑞飞凭借出众的运动天赋 和父亲的言传身教 加上长期的捡球工作 慢慢地呈现出专业棒球运动员该有的素质 高中时期 小肯葛瑞飞开始在星星纳提 莫勒高中球场上发光 连续两年获得所属联盟年度最佳球员奖项 总是能击出超远本雷达 击球接近五成打几率 1987年高中毕业后 以选秀状元的身份 被西雅图水手队选中 从此正式开启了他的棒球职业生涯 拥有大联盟级的父亲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老葛瑞飞从小对小肯葛瑞飞的教育 就非常严格 父子之间的争吵不断 即便小葛瑞飞从小就展露 比他父亲更卓越的天赋 老葛瑞飞依旧保持对他的训练强度和要求 当小肯葛瑞飞在小联盟奋斗时 由于受不了父亲和球队教练对他严格的要求 带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 长时间的情绪压抑 无法宣现 小肯葛瑞飞患上严重遗遇 又一次的争执后 他一口气吞下了277片阿斯匹林企图自杀 幸好被及时发现 抢救过来才没有酿成汗室 这件事之后 他父亲主动缓和了和小肯葛瑞飞的关系 也正是这次经历 让小肯葛瑞飞明白逃避压力无济于事 必须努力将压力转变为向前进的动力 1989年 年仅19岁的小肯葛瑞飞首登大联盟 鉴于其稚嫩的年龄 以及他父亲老肯葛瑞飞的知名度 人们给他起了The Kid和Junior两个外号 相比于老葛瑞飞平稳的职业生涯 小葛瑞飞的表现则更加轻出于篮 首打席就击出本雷达 拿下了他22年职棒梦幻本雷达生涯的first blow 棒球之神仿佛格外垂青葛瑞飞家族 这对父子竟然打破了两项MLB记录 1990年 老葛瑞飞被欣欣娜提红人队裁掉 机缘巧合下 小葛瑞飞所在的西雅图水手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于是便有了MLB史无前例的父子队友 同台竞技画面 1990年的8月31日 在对阵皇家队的比赛中 作为西雅图水手队的第二棒和第三棒打者 父子俩在比赛的第一局就击出了背靠背安打 同年9月14日 父子俩在同一局击出背靠背本雷达 缔造了大联盟史上最经典的一页传奇 堪称棒坛史上最强父子档 而在场下 小葛瑞飞经常调侃自己和父亲 在球队里的论资排辈 开玩笑说明明是自己先入队 所以应该在父亲的球衣上应老葛瑞飞 而不是在自己球衣上应小葛瑞飞以示区别 1995年 在联盟摸爬滚打五年后 小葛瑞飞开启了在西雅图水手队的火热局面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水手队时代 他第一次将球队带入季后赛 小肯葛瑞飞的队友坦言 他仿佛有感知赛场变化的能力 总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引领球队胜利 分区决赛对阵纽约阳鸡队 在五战三胜的系列赛中 水手队0比2落后 面对如此胶着的情况 小肯葛瑞飞率队奋起反击 后三场比赛舞制本雷打 并且在第五战的延长赛 拿下制胜分 助水手队连胜三场 以3比2逆转阳鸡队晋级 这是西雅图水手队首度打进美联冠军赛 至今仍让球迷难以忘怀 这恐怕也是水手队史上最经典的一幕之一 因为这场比赛 小肯葛瑞飞受到的关注度暴增 球迷对他的赞誉不绝于口 1995年之后 小肯葛瑞飞毫无疑问成了美职棒的门面 当时他的巨大影响力 甚至可以和乔丹相提并论 对小葛瑞飞而言 家庭永远排在心中第一位 水手对位于美国大陆西北角的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而小葛瑞飞的妻子和孩子 却在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州 赛季的行程安排 需要小葛瑞飞长期待在球队 家人的温存只能通过每日的电话来感受 小葛瑞飞对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 他不想错过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 于是 在与水手对合同还有一年的情况下 主动要求被交易到离家更近的红人队 2000年2月10日 这一天将载入星星纳提红人队的史册 这是联盟史上最被人瞩目的交易之一 红人队以四名球员 外加九年一亿1200万美金的合约代价 从水手队迎来了小肯葛瑞飞 当传出小肯葛瑞飞要回到家乡的消息时 星星纳提这座城市都为之疯狂 他们憧憬着小肯葛瑞飞 能率队赢得星星纳提红人队的第六个世界冠军 加盟红人队对小肯葛瑞飞而言 就是到家了 老葛瑞飞曾长期效力星星纳提红人队 并且当时也担任着红人队的打击教练 葛瑞飞全家都在星星纳提定居 或许正因为如此 小肯葛瑞飞对于这次交易激动不已 主动继承了父亲当年红色机器时代30的号码 每日刻苦训练 希望能够带领球队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2000年4月3日 小肯葛瑞飞首次以红人队的身份出赛 并在4月10日老葛瑞飞生日的当天 击出了职业生涯中第400支本雷达 然而就在万众期待他能一飞冲天时 不幸的是却发生了 2000年9月后大部分时间 左腿的受伤让他无法参赛 02年4月右膝骨脱臼 6月右腿筋拉伤 03年4月右肩脱臼 7月脚踝肌肩断裂 04年7月腿筋部分撕裂 他成了不能上场的超级巨星 球迷们愤怒了 他们失望和质疑着小肯葛瑞飞是否拼尽全力 然而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 在小葛瑞飞遭遇这些连续的伤病后 已经不可能回到曾经那个100%的完美状态了 或不担心 2006年 小肯葛瑞飞的母亲确诊结肠癌 看着被疾病折磨而日渐消瘦的母亲 小肯葛瑞飞终日在忧虑与担心中煎熬着 赛场上的发挥大不如前 他的打击率严重下滑 幸运的是 他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后来偶然得知 一名记者的母亲也确诊了结肠癌 正被病痛折磨时 共同的经历让小肯葛瑞飞无法坐视不理 他第一时间将母亲的电话给到记者 并让母亲帮助记者联系了医院 将化疗手术的时间安排妥添 小肯葛瑞飞对生命的敬畏 对他人的无私帮助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人生总是起起伏伏 乐观豁达的人总是能在逆境焦虑下突出重围 2008年又是一个里程碑 小肯葛瑞飞成为史上第六位 击出600只本雷打的球员 对他而言 在星星那提红人队 这段时间没有遗憾 即使遭遇了连续的伤病折磨 但受伤也是运动事业的一部分 他坦然接手 重振旗鼓 无数次的手术 也只是为了之后 能够更加全力以赴 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 同年 白瓦队以阵中投手马西特 及内野手里查与红人队交易小葛瑞飞 次年 白瓦队选择不与他续约 小肯葛瑞飞首度成为了自由求援 2009年 老东家西雅图水手队 以一年200万美金的基本工资 及激励奖金50万美元的合同签下他 兜兜转转 几经波折 小肯葛瑞飞再次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为他充满荣耀的生涯 图写故事结局 而此时的他 已经39岁了 39岁的年龄 在竞技体育中已属高龄 人们对他的能力和体力提出质疑 面对各界的怀疑与唱衰 小肯葛瑞飞以单赛季19支本雷达 带领水手队突破年度胜率5成的精彩表现 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2010赛季再次伤病缠身的小葛瑞飞打击率不及2成 长打率勉强超过2成 思虑再三 终于在2010年6月2日正式宣布退役 在他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中 共击出630支本雷达 在他退役时排名联盟历史第5 一次美联MVP 7次赢棒奖 10次金手套奖 4次本雷打王 13次入选明星赛 他被誉为棒球界的乔丹 对棒球运动的发展影响巨大 甚至当时美国的棒球小孩都争先恐后 模仿他帽子反戴的样子 当然他的贡献也不仅仅只在球场上 2008年 小肯葛瑞飞发布了一系列慈善葡萄酒 以支持自己的家庭基金会 该基金会支持多种事业 包括美国南海女孩俱乐部 和美国各地的几家儿童医院 让更多的孩子在教育 健康等方面得到了帮助 同年他被时任国务卿 康多利扎·拜斯 任命为美国公共外交特使 以倡导国家和平为己任 如果说球员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典范 那小肯葛瑞飞便做出了最正确的示范 他从不因新二代的身份而懈怠 依旧他是努力 也不会因为挫折 果足不前 他用自己独特的魅力 和毋庸置疑的实力 在他涉足的各个领域 留下了蒙莫重彩的一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